如此巨大数量的甲军服都是在这里生产的吗 四楼是干嘛的 四楼是服装生产 四楼共有29台缝纫机 上面还有很多正在加工的警用服装 车间的另一边还有一个摆放着电脑和图纸的房间 甲军服难道就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吗 实际上你们生产这些所谓的军军服的 军军服没 张某拒不承认生产甲军服 在四楼 专案组也并没有发现甲军服的生产现场 难道这里并不是生产车间 在这起案件的背后 还潜藏着一个更大的B1集团吗 是在对这个警用装备有限公司进行打击的过程中 发现他们在试图尝试整个这个生产模式的一个转型 但实际还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的目标 所以他们对外加订单的设计的军用产品的一些订单的话 更多的是从武汉某公司进行采购的 根据前期走访摸牌掌握的信息 专案组发现 卓某经营的武汉一家公司有重大嫌疑 这家公司在武汉自贸区有一个销售点 但仓库的具体位置还不能确定 卓某的这个爱人和卓某会经常在这办公室 包括总部的儿子 到时候咱们这块人多去几个人 然后汉川这个仓库目前我们不是太掌握 到时候你们第二组先行派两三个人去看一下情况 仓库的具体位置和仓库的具体的情况 2020年11月1日 合肥市公安局兴占分局张案组赴湖北武汉实施抓捕任务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嫌疑人大概率出现的地方应该是在武汉 第二个是销售的情况 可能它的门面以及仓库都在武汉这个相对于物流比较方便的地方 因为是异地抓捕 专案组派出了六人前期侦察小组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他们到达武汉的第二天 根据最新的情报 嫌疑人的仓库并不在市区 很可能在他的老家汉川 就我们掌握的线索呢 那边有很多服装厂 有可能这个指甲窝脸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今天去呢 就到那边第一个来进行踩点 第二来讲看犯罪嫌疑人是不是在现场进行生产 没必要一定不要下车 一旦这个咱们暴露目标过后 咱们产生不必要的导致危险 11月3日 就在专案组赶往汉川的路上 在武汉与汉川交界处 专案组意外地发现了嫌疑人 左某的越野车 当时左某驾驶的方向也是去汉川 那么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他要去汉川做什么呢 专案组当即决定 跟踪嫌疑人昨晚寻找藏货窝点 一路上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专案组的车不敢离嫌疑人太近 在经过一辆红色卡车时 左某的车明显停了几秒钟 然后马上开走了 在红色卡车的后边 专案组意外发现 这里有两个人正在装缩 嫌疑人非常聪明 当然到达他那个仓库以后 他就是减缓了速度 然后看了正在装车的 其他人员和情况 然后紧接着就往前走 大概开了有两三百米的样子 靠路边停了下来 我到这边就发现他们正在装货 然后有三个人在 这家里面可以去带约了吗 咱们这边满了三个人 咱们四个人都抓 当地判所提起来 对 而且他们在装货 因为并不清楚 嫌疑人窝点的具体位置 专案组还没有与当地派出所取得联系 然而抓捕机会稍纵即逝 此时包括左某在内的三名嫌疑人 同时在场 专案组该如何一网打尽呢 就在装案组准备返回仓库抓捕时 主嫌疑人左某却带一位老人准备离开 他把车停在村里 他肯定有事情 另外一个来讲 他不连去仓库 这块我们就当时想 肯定不会走太远 因为他大老远 从武汉跑到了汉川 他不可能想看一眼就走的 所以我们当时 简单地碰了一个过后 我当时这个思路 其实已经确定了 先抓仓库内的两名 主要犯的嫌疑人 你们两人去控制他们俩 咱们三个人去 四个人控制他们俩 控制我好几个人 你们立马两个人 您请您 您请 左这边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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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有什么衣服 跟我讲一下 快 两名警官迅速控制住了 仓库内的嫌疑人 而此时 左某的车已经不在原地 专案组迅速决定 对左某进行抓捕 当时就想 这个时候 一上午 九点多的时候 他带着他的父亲 因为他父亲七十多岁了 我当时有可能 他父亲生病了 有可能是带他父亲去看病 所以说我们当时 就基于这个判断 然后我们取了车的货 后就直奔 认了这个卫生所 当专案组成员 赶到卫生所门口时 果然看到了左某的车子 那你现在在探病吗 这样 这样探病吗 好不好 对方的工作 人家们那年轻人的 是什么情况 你知道的 好吧 有奥秘工的 这都有监控的 好不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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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